竹马有点甜,第十集,魏无羡铁了铁嘴,他自然也知道兰望鸡在担心什么,这种事情是他们现在的力量所难以改变的,他说,那好吧,我,到时候再想想办法吧。 一定要来哦。 兰望鸡允诺,魏无羡又笑着松开了他的手腕说,那我回家了。 兰望鸡,好。 兰青站在府门看了看外边,朝魏无羡使了眼色说,少爷,车架来了。 魏无羡知道是君吾派来送他回府的人来了,他就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兰望鸡,直到对方又说,一定。 魏无羡才终于不回头地走了。 都是龙中之鸟,何来自由一说,明月高挂,列过三更。 魏无羡躺着自己的屋子里,却睡不着了,他已经太久没有回到这里了。 这一天,他又兴奋又高兴,阿娘阿爹回来看他,和他聊了很多,关于西北,关于自己,也给他带了很多那边才有的吃的完的,这么晚了,不知道兰湛睡了没。 阿娘今天问了他很多,其中还有,阿县,有没有喜欢的姑娘啊?可要娘亲给你提亲。 藏色知道他的儿子,从小也不缺姑娘缘分,身上总是有些环环拆拆,年轻总说他四处散彩,为无羡乐此不比。 譬如,今天这个小宫女被欺负了,她就送个小物件,让她别哭,哭了就不好看了。 临了哪个小郡主来找她玩,送她东西,她也会送回去她的。 还有七皇子宫里来一些弹琵琶的,跳舞的,弹琴的,为无羡也总是不缺席,她觉得给钱不好,就都送这些小礼。 就没有什么看对眼的,想娶回家的。 藏色对于门第这些不在意,只要为无羡喜欢,她都支持,她觉得军上赐婚那一套真的是毫无根据,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向军上说起赐婚这种事情。 不过她的儿子她最清楚,虽然魏无羡惹草,但是从不沾花,也就是说她的儿子估计现在连小姑娘手都没牵过呢。 这一次回来机会难得,想着她年龄也差不多,就问一问。 原本以为魏无羡还像之前书信往来中表示的那样说没有,没想过,可是她从她宝贝儿子眼里看到了一点停顿,不过最后还是,没啊娘,没想过。 有了第一个告诉你啊,藏色表示不信,想了个好办法,有没有也给她炸出来。 为无羡翻了个身,她的脑子里,心里,是什么心思,她自己还能不知道呢? 她喜欢,但是,算了算了,翻身睡觉。 第二天早晨,阿线,别睡了,都什么时辰了? 快出来,藏色有些无奈,她这儿子不到日上三干,是不起床的,别的时候她不管了,今天她可是给魏无羡安排了好事情。 你要什么事啊,这么急? 再让我睡会儿呗,魏无羡挣扎着从被子里,也没挣扎出来。 阿线别睡了呀。 快出来,府里来人了。 魏无羡一个鲤鱼打挺,来人了。 蓝湛? 立马起身,开始穿衣洗漱。 来了来了,阿娘,你先过去。 藏色一问,她也没说是谁来啊。 当魏无羡打着哈欠走出来伸了个懒腰,精神饱满地从内院往外走,就看到花花抄她招手。 少爷少爷这边,魏无羡走出小院门,就看到了自家花园里竟然在开诗会。 这么多人,脏色笑咪咪地把她拉到一边说,阿线,昨天不是说没有看上? 娘亲给你找来了。 这下随便看。 魏无羡倒吸一口凉气,她脑中灵光一现。 这哪是诗会,这是相亲会啊。 呵呵,娘,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误会? 对,我,现哥哥。 魏无羡被叫得转身,慕容明也来了,魏无羡眼神四处乱飘,人呢,怎么全是姑娘? 藏色听到笑了说,说什么呢,阿线,当然全是姑娘了。 伯母好我娘亲让我来和您作伴,她一会儿就来,藏色和慕容明也许久未见了,以前住在隔壁,她就喜欢兜兜这个小姑娘, 两人聊了许久,转头一看,魏无羡哪,还在原地。 呼,魏无羡踢了踢地上的小石子。 整个将军府今天开门迎客,达官贵人分之踏来,一些父母自然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诗会。 魏无羡当然知道她娘亲也是好意,她也确实到了这个年龄,但是,但是她,终于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小亭,这里没有花,只有几颗松柏,所以也应该没人在这里吧。 没想到魏无羡转过松柏,就看到了,蓝湛。 魏无羡喜笑颜开,三步并两步跑到亭中,对着柱子发呆的白衣人也眼神一亮。 你怎么来了?魏无羡开心地看着蓝望鸡,在她身旁饶了几圈,今天的蓝望鸡穿了他们北国的衣服,虽然也是白色,但是袖子竖了起来,整个人干练笔直,也是好看的。 蓝望鸡两手交握,微微欠身道,八皇子安。 魏无羡愣住了,这样的称呼已经好久没听到了,从蓝湛嘴里听到。 蓝湛,你,不用这样称呼,我们,你不是一直叫魏英吗? 蓝望鸡依旧欠着身子说,微臣不敢。 魏无羡,心中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。 蓝望鸡不用看,也知道魏无羡小脸皱成一团了,他掀起了身说,这是在有私殿外。 魏无羡撇了撇嘴,他们当时是约定在有私殿才会互相那样称呼名字,现在出宫了,也不能了。 但是这是他家呀,这么贱卖吗? 陌生的称呼让魏无羡心里有些苦闷,明明只是一个称呼而已。 魏无羡眼神扫过蓝望鸡的衣摆,鞋尖竟然沾了一层灰。 这是去哪了?这么急?来找他吗? 哦,对了,蓝湛,你怎么出来的?你住哪里?出来多久?怎么来的? 魏无羡问了一连串的问题,眼神亮晶晶的等着蓝望鸡回答。 蓝望鸡回答,蓝望鸡,用令牌出宫。 魏无羡,哦,对,令牌。 蓝望鸡,住在拐翼。 魏无羡,哦,专门给宫里人住的那种。 两人一边说一边坐在亭中的石凳石桌上,好像刚才那种陌生又消失了。 魏无羡,那里住得怎么样? 哎,蓝湛,你不知道,我昨天怎么都睡不着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魏无羡还无奈地叹了口气,蓝望鸡皱了皱眉问,睡不着。 魏无羡点点头,正要说什么,看着蓝望鸡的眼睛,又说不出来了。 嗯,大概不习惯吧,不说这个了,蓝湛,你怎么来的呀? 魏无羡眼神扫过桌面,指尖划了滑石桌,蓝望鸡,我,一个时辰前,蓝望鸡在街头走着,想着和魏无羡的约定,看能不能找到将军府在哪。 哎,哎,我们去将军府吧。 蓝望鸡策谋。 好呀,好呀。 听说藏色夫人今天办了诗茶会呢。 蓝望鸡心中默念,诗茶会。 哎呀,那哪里是茶会。 这位姑娘欲言又止,另一位姑娘也是含羞待怯,听得蓝望鸡一头雾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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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